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五主日 在信仰生活中 你是否让耶稣不断地改变你的习惯 想法和价值观 让今天七月十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于反思 似于自己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十二章 第二十四至二十六节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入于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 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人生下来都渴望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但我们却有一个错觉 以为人的发展是直线形的 从小孩哇哇跺地后 我们期待他一天一天长大 学会爬行 走路 奔跑 从牙牙学语到可以清楚表达自己 甚至可以成为口才优秀的学者 政治家 传道员 因着这样的期待 我们很难接受失败或退步的迹象 尤其在自己稍微有成就的方面 若有人提点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强烈的自尊心 会被引发导致自卑和自责的倾向 有些人却自负地认为他人都是错的 不愿接受他人的建议 今天 耶稣想要告诉我们 这些我们认为是挫败的经验 对他来说是一个转机 因为我们的成长不是直线形的 而是螺旋形 不断上升的 他要我们明白 我们的某些习惯 想法 价值观 必须被转换 必须死去 才能接受新的习惯 想法 价值观 生活才有机会变得更丰富 耶稣希望 我们不要停留在自己失去的 而是把焦点放在他的承诺和爱上 只要我们愿意 天主和耶稣会一路陪伴着我们 为我们加油 一起等待我们接受改变 让生命结出预想不到的果实 让我们祈求开放的恩宠 把死于自己的恐惧和害怕 交托给他们 并让他们在我们身上工作 迎接崭新的自己 请品尝圣言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是什么阻碍你接受改变 死于自己呢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请赐我死于自己的勇气 让我放下我所依恋的 迎接更好的自己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开放地接受改变 死于救我 迎接更好的自己 我们明天再见